这个就是传说中假命骑士的腰带 把它系在腰上 天黑以后绝对是全村最亮的仔 不得不说这灯光效果确实很好看 大家可知道这个玩具多少钱可以在视频箱方打出来 了解万代的朋友都知道万代的玩具基本上都是很贵的 那可我们家小朋友真的是太喜欢了没办法 必须整一个 前来无事 小朋友去上学 就想看一看这么贵的玩具它的内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不猜不知道猜看了才明白 一个小小的万代玩具里面的结构真的很复杂 而且还带有基层电路 说实话这一点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面面下部还配了几个LED的灯 这好玩具啊说实话这做工确实很精致 理论上讲这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一个玩具了 听说万代的玩具还是比较聪明的 以前我是不了解 也就是从万代的初号机开始的 也许贵真的有贵的道理 打开之后它的内部啊确实很复杂 互动型号的螺丝还有弹簧 还有各种齿轮 拆的时候确实挺轻松的 但是装的时候确实也挺费劲的 前前后后试了好多次才安装好 就拿这个玩具来说吧 齿轮控制连杆 连杆在有接触控制开关 从而达到音乐和灯光效果 估计这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它的原因 既有了视觉也有了清觉的享受 大家可不要学我啊千万不要乱猜 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安装不上去了 里面的小零件也是超级的多 常常拆的时候你不注意 很有可能你就无法安装回去 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尤其是已经做了父母的朋友 你们是否愿意给孩子买这么贵的玩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点留言 就这么一个大几百块钱的玩具 估计晚几天之后 就要等着吃灰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也算是拆了个季木 毕竟是第一次买了这么贵的玩具 不拆开看一看 总感觉少点什么东西似的 好了 请让我的视频帮我点个赞吧 谢谢各位 下期我们再见 下期我们再见